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盘式开始说起 这个盘式来讲的话从8819这个高点完以后 跟这个黑帮的下影线 这边做盘整的震荡走势 基本上来讲符合我跟大家来报告的 已经在这个幅度里面震荡非常非常久了 这边有个关键点位 8564 如果未来8564这个地方被跌破的话 基本上他在这边震荡的话 可能会有个趋势跟方向 那未来走势的话 不排除如果外资现在未平常量还这么多的话 基本上来讲外资可能不愿意让他跌下去 不过股市是看趋势跟方向 虽然趋势有点转换了 他也只能够利用未平常量的这么大的多单量 4万多口一样拉高去出货而已 那未来的话虽然他指标有点背离了 不过这边来讲话还是在我跟大家在两三周之前的规划是一样的区间的相形震荡 而且多空都介意 那多空介意的话 其实来讲操作股票的话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多方尽量站在逢多去操作 空方尽量做放空的动作去操作的话 这样比较不容易受伤 那从国外开始说起 道琼昨天下跌了31点左右来讲的话 他还是辅了我跟之前大包包过 掌声空间之中其实来讲还没有很大的搬向 没有很大的搬向的话 不用以为是说他就会拉回来了 其实来讲股市要先知道说 为什么会涨得那么凌厉的话 大部分来讲都是有一些国际的一些利多的因素 那基本上来讲叶如表示不升息的状态之下 暂时的话 基本上股价还是取多方的表态 这边的高点是17977 17977这个点位的话 或许未来如果说他没有很大的搬向之前 他有可能会慢慢的往上去做突破的动作 甚至不用去很大的怀疑的 不要想说逢高就想去放空这种美股 基本上来讲他一个趋势成型的时候 还没有很大的搬向之前 其实你做任何的放空动作的话 就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动作 在日经指数方面来讲的话 由于他的国家的情势不如预期 之前跟大家报告过了 他在这边做镶形震荡 而这边这个黑棒以后 自然而然跌破了 那就趋势有可能就会转向了 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 这个高点17000多点以上 这个点没有来的话 基本上来讲他还是属于比较弱势的整理 已经跟大家来反应过了 日本股市跟大陆股市来讲 一样其实都一样 都比较像弱势的整理而已 那弱势整理的话 日本股市真的比大陆股市还要弱了 那基本上他这么在弱的情况之下的话 譬如说日0064ER的话 也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在日我们台湾有那个ETF 如果这股市它下跌的时候 0064ER也是也不错的可能性 基本上来讲 日本股市如果他表现不如预期 直接往下灌的话 如果灌破1万5的话 他可能还是以空头走势往下去做迈进 基本上来讲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台股是蛮强的一个反弹的格局 非常非常强 第二国家是美股 美股也是非常非常强 第三地市比较弱势的国家 就是属于日本股市跟大陆股市 所以基本上来讲 之前跟大家分析了 已经有非常比较深测的 跟大家来反应了 在上海中和指数方面来讲话 曾经跟大家讲过 它的树根在2905左右 只要2905没有来跌破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 前破高点3028点 有机会会被突破 所以基本上来讲 如果2905这个点位 如果未来这几天没有被跌破的话 没有跟日本股市一样 那么的凄惨的话 基本上来讲 他还是这边做一个相形的区间震荡 所以之前跟大家反映过了 日本跟中国大陆股市 其实两个耐修让利 走的股价的方式跟趋势 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 所以基本上在这个蛮大的相形的区间 正常的话 上海股市必须要有资金的带动 他才会往上的去做攻击的动作 如果未来他们的经济还是有发生很大的问题的话 其实投资朋友不用去猜 只要看到他的2905被跌破的时候 大部分来讲 他短时间就不会有再往上嘎的行情了 不会有再有多头的行情 所以如果中国大陆股市要让他有资金行情往上去带动的话 3028点这个点位必须要被突破 他才有机会再往上去做展震破断 基本上来讲 我介绍的这个全世界的股票都是以之前的历史的经验 去更反映他大家的未来的方向性 所以基本上来讲 只要他在这个地方 如果能够守稳2905这个点的话 或许他未来还是有机会慢慢做一个掌声的空间 以上的现金广告时间 谢谢各位 欢迎回到股市里入发 我是分析师黄永文 然后开始就要从股票开始说起 由台积电这个股票跟你说起 那台积电在外市的买超之下 其实他创了163这个高价位 我曾经跟大家过 表示过他还是在多方 千万如果没有买进的话 不要去放空 所以基本上如果听我话的观众朋友 其实来讲如果没有买进多单的话 其实他说一波的涨幅 还是维持他多方的脉动 基本上如果台积电有一场的时候 台股可能他的表现会非常非常的激烈 所以基本上台积电在创高的过程中 我曾经跟观众朋友来介绍过 不要去放空 他涨到哪里 其实来讲的话 不用去预测立场 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有高价出现 有高价 有高价 基本上来讲 就是辅了多头的脉动 基本上来讲 像买个东西一样 如果他价格越来越高 你会买不下手 不过这时候其实有新人士的话 宁愿持有这种股票 因为他持有比较安稳 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有创高的动作 除非他出现了败乡 所谓出现败乡 就是说 假设 跟观众朋友来稍微预 就是说教学一下 假设163块 如果未来没有被突破 他往下跌的时候 跌破我之前已经讲了价位153块 再往上涨的时候 163没有突破的时候 基本上来讲 台基建可能就没有再多头的走势了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是应该大家包括了 前波的数跟153块左右 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关键性的价位 他要嘛就从163开始慢慢的往上 外资宣告的目标价 180以上去做卖进 这样子其实来讲的话 他还是维持他多头的卖势 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 基本上我们不能去预测 他未来的高点 他是外资去预测的 我只能从他每天每天的价格去判断 我曾经跟大家包括 股价会说话 所有超多股票投资人 应该从股价着手去知道他的未来跟趋势跟方向 他所有的消息面 其实只是助长跟助跌而已 听我节目的话 大概会有这种认知 在空投股票来讲 如宏 肯定跟大家包括他还是属于空的方向 曾经在这根股票的时候跟大家讲 守住这个点位 441的话 如果他未来如果没有在网上掌握 441的话 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跌破下面的曲接 所以基本上来讲 在这种空投的股票里面 多空投接银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找到股票 是属于空投的股票 只要你把你的 关键点位找到的话 其实来讲 他要突破的话 其实不那么容易 那不那么容易中间下 其实你往下去做放空的时候 或许你得到你的果实 是非常非常甜美的 基本上来讲 他还是属于比较弱势的一个整理格局 那未来的话 必须要有成交量的带动 他才会有比较像样的跌幅 如果基本上来讲 那种量的话 基本上他要大跌的可能性 不会很多 他只会做一个盘整的走势 那未来如果说 盘整走势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的方向性 就会表现出来给你看的 1533车王店 车用电子这方面 他讲跟大家包包过 是这支开始买的时候 有一个常常的上一线 那时候我跟大家包包过 主力座驾做的不太漂亮 通常主力要做座驾的话 他会收的比较漂亮 然后第二次来讲的话 他以这个点位 52块5是做他的树根 也就是说 在这种股票在多方桌市里面 在52块5没有被跌破之前 基本上来讲 他还是维持他多方的卖动 基本上维持他多方卖动的话 要么就开始往上去冲 要么就亮说指叠 那基本上来讲 他还是维持他多方的卖动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不过他主力来讲 我肯定跟大家分享过 他做的作家做的不好看 他要么就直接往上冲 不要么就直接那边 就是说震荡整理的话 像个区间比较大 所以他的树根只要52块5 那个点位能够守住的话 基本上来讲 他就会有机会的 慢慢的往上去做带动 上次跟大家报过 浩底曾经在这个时候 跟大家讲过 有钱人绝对不会在逢低的时候去做买进 他宁愿买进比较有利的地位 去做他掌声的动作 所以在这个下跌过程之中 我从来不会请投资人去注意这种股票 因为如果你没有去放空的话 其实来讲做多是非常非常危险性的 那基本上来讲 昨天他优异停盘的关系 今天一开盘 开红拉过掌声板 这时候来讲我也不会觉得说 这时候可以注意他的多方 怎么说呢 因为他刚跌到300多块 这边左右的话 其实来稍微注意一下 他未来是不是有一个 比较大的相形的区间震荡 毕竟来讲 他已经跌幅了这么深 一下子要转成多头 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做法 基本上主力要在做这种股票的话 一定要会一个长时间的修正整理以后 他才未来才有机会去做掌声的动作 所以基本上讲 现在讯息里面大部分来讲 讨论这个耗点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点 基本上讲做投资朋友的话 必须要关注说 他未来有没有足备打底的动作 他才有机会去做买进 如果从来那个底从来没有被打得完成的话 基本上来讲买进这种股票的话 就风险性就比较大 你只能朝短线去做操作而已 以上就是我的分析报告 谢谢各位收听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